早上8点半一到 民众陆续涌入管控区 这次高雄市民政局 为了迎接111年元旦 所推出限量版的 一卡通纪念票卡发放 但为了求防疫规定 避免民众排队群聚 在与市议会讨论之后 决定采用线上表单 登记后抽签 元旦当天分流发放 领取动线的流畅 也深获民众肯定 你就可以不用那么早起床 我就很方便 这样人也不会这样聚集 或者是会有什么肢体冲突 我们一卡通 先踩那个线上登记 然后再线上抽奖 那中签的才能够来现场来领取 那现在看排队的秩序 其实今年秩序就很好 也不会让民众说熬夜要排队 因应今年为高雄的重大建设年 并以台湾灯卫为主轴 卡面融入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 大港桥 流行音乐中心 八五大楼 以及高雄世贸展览馆等五大地景 背面再搭配Q版老虎 象征明年是虎年的5000张限量版一卡通 精心设计的图样 让领取到的民众莫不欣喜万分 很特别很开心 很有纪念性 就留着纪念 还不错就是虎年 很值得纪念 漂亮老虎 但是它有一个标志 是台湾人的星球版的 那个台湾的标志 我觉得设计的蛮好 因为有这个主视觉 跟我们刚用好的流行音乐中心这样 而且蛮亮眼的 高雄市民政局指出 透过这样线上登记筹钱的方式 让民众不用像以往需要提早排队 也不用人紧人才能抢到 除了要让民众体会到市府的用心 也要透过限量版一卡通的发送 预祝所有的市民五年行大运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